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 通过支架法来修筑这座桥难度太高 造价也会更高 因此在当时 以吴奇英吴老为代表的团队 决定设计一座倒悬的拱桥 即上城市悬带桥 令人称奇的是 吴老是一个自学成材的桥梁专家 极有初中文化水平 这样修筑的好处是省材料 正常拱产生的是水平推力 只能用瘦拉固件来平衡 而上城市悬带桥是倒拱产生的是水平压力 桥面可以直接作为压杆来平衡 节省了一组受力构建 而且施工方便悬带 可以直接作为主座牌架和桥面两板的施工平台 不需要另外支撑脚手架 最后吴奇英率领团队只用了8个月就建成了淘金大桥 而总施工费用也只用了26万元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